这个人被发射出来 从那么一尖叫声 从早上到晚上就没停过 好的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三款香薰盐 这个是胡胡寄给我的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胡胡 我相信你们有些人肯定认识他 他之前是吉野的那个系列给我积了几个口味 然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山楂 还有橘子皮 还有山竹 对我记住那个单词了叫做mongostine 还有另外的口味吧 它的甜度是稍微的高了一点 所以当时犹豫了一下 没有给大家推荐 但是这两天也有粉丝他们 就是有一些用户他们就是喜欢那种甜的感觉的 所以我想了一下 可能我也不大应该用我自己个人的喜好 来决定是否推荐 我觉得既然有用户喜欢甜的 我觉得我就把它的味道说出来就可以了 除非是像草莓那样 确实我觉得味道表达不准确 其他的一些就是甜度的高低的喜好的话 我还是让大家去选择 那么今天他后来给我寄了一个新的口味 和两个吉野新加的一个口味 一个是恰逢菌的 是叫做奶油花生 我用了欧比和AKR的口味 然后第二个口味是吉野的新口味 叫做sweet potato 你们知道what is sweet potato 就是烤红薯 然后另外也是吉野的一个新口味 叫做cherry 这里应该翻译叫做樱桃 看图标也应该是樱桃 不是berry 是cherry 樱桃 而为了对比 我是分别用了欧比和AKR 然后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味道 这什么像镜子一样 好了润芯其实已经润的 差不多十多分钟了 我们现在看法底部 底部都是干燥的 好我们来现在试一下恰逢菌 恰逢菌这个名字感觉 就有点像邓立军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我百度搜了一下 恰逢菌好像是一个言情小说的一个名字 它是奶油花生烟草 应该叫做butter peanuts tobacco 我们先欧比试一下 这个味道有三个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花生的感觉 这个很明显 这个没有什么错误 表达比较准确 奶油的味道 对 但它又不腻 它又不腻 然后后面烟草的味道 说实话不是那种烟草的蜂味 而是那种激喉感 就给你一种smoking的那种感觉 就味道而言的话 花生和奶油的表现表达是很准确的 并且层次分得很开 没有烟草的味道 我感觉的话不明显 它是尾部的话有那种激喉感 感觉像是进口那种35毫克的那种感觉 也没错 这个它也确实是桶装进口 在国内在进行分装的 味道还不错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使我想起了 the steam factory的草莓烟草的感觉 strawbuckle 草莓和烟草那种混合那种感觉 使我想起的那种风格 就是味道很纯粹 你不用去猜很明晰 然后激喉感的也很足 我如果列的话会把它列为一个解饮油 确实激喉感是那种进口的解饮油的感觉 不像是我们国产的那种口味油的那种感觉 没有凉味 甜度的话就很舒服 甜度很舒服 就在欧比上的表现 在欧比上的表现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就感觉像是那种喝那种花生奶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好我看看 在口口三个上的表现 我觉得它的激喉感肯定会进一步的放大 味道呈现上是否会有区别 我们来看看 对 激喉感是明显的 比欧比的表现要多 大概如果非要量化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10% 10%左右 激喉感要更强一些 然后味道的表现和浓郁度上的话 没有我想象中差别那么大 跟欧比的表现非常接近 因为我以为你看这个是0.9的 欧比是1.2的 它没有0.3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差异 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味道 和浓郁度上的一个差别 但是我实际体验的话 这个差别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不错 这个又不错 恰逢菌 这款性价比比较高 好我们来试一下下一个口味 就是sweet potato 烤红薯 朋友们亲爱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吃过烤红薯 我们叫做烤扫 在我们当地也有说人很笨的意思 有这个人烤扫 我们扫分为红心扫和黄心扫 就是红心的红薯和黄的红薯 烤红薯说我们小时候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零食 甚至当做主食一种手段 前两天还专门去超市来看了人家做烤红薯的 外面那个糖烤出来 看起来就比我们小时候吃那种烤红薯觉得高级很多 然后自己在家里也尝试过烤红薯 所以这个东西呢 自己买一点子弹薯 在家里烤一烤 刚才在灌这个香薰盐的时候呢 就是我就已经闻到了一股烤红薯的那种味道啊 但我不知道它物化后的感觉怎么样啊 能否准确的还原我们童年时候的味道 然后呢我会不会担心它甜度会过高还怎么样啊 我来试一下 先去欧比试一下 没错啊 酒味这个味啊 对没错就是烤红薯的味道 一点都不夸张 并且出乎我意料的就是它的甜度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 因为之前的吉野的那几个口味 我跟他也提出意见 我觉得甜度有点偏高 这口味真的很有意思 真的就是烤红薯的味道 那个香味啊 那个香甜味 我说这个香甜是指这个这个感觉啊 是香甜 但实际上你的口腔的流存的甜度不高 这种甜香味就好像 我不知道你们喝就喝不喝红茶啊 就有个叫英红九号的 就是你泡起来的话 那个味道是香甜香甜的味道 干你喝的时候一点甜味都没有 就就那种感觉 这个太屌了 这个太屌了 太有意思了烤红薯不甜 但是味道是香甜的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来以为是它是一种搞式的那 搞式的那种口味 你知道吧 就搞一个搞式的口味 就跟之前那个福禄推出 那个榴莲口味一样 就是未来搞事情 但是没想到这个感觉还还不错 有意思 好我试一下AK2上的表现 没太大差别 激活感的差别都不是很明显 因为他这个他不是那种进口的煎鱼牛啊 国外也不会调烤红薯的味道 激活感上和味道上没有太大差别 这个味道有点意思啊 我谈不上喜好啊 因为我不知道烤红薯的味道是会不会有人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的表现是很准确的 不敢说百分之百 至少是95%以上 非常不错 还原的非常不错 好下一个口味是樱桃 倒是彻梨子还是樱桃啊 我也搞不懂啊 反正反正就cherry吧 很清新的江国的味道 但是从植物学上讲 他们是不是这一类的我不确定啊 我只是在我个人的感受划分里面是划分在这一类的 河谷很清新的一股江国的味道 然后带冰啊 并且冰度呢是中等偏上 如果是10颗星的话 这个大概有6到7颗星左右的冰度 这个风格跟他之前的那个山竹的风格 类似就是那种薄荷 然后加一种清新的那种水果的那种味道 这个车梨子 这个樱桃的味道 我觉得还原的 因为我想不起樱桃的味道啊 因为樱桃这个东西我吃的比较少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让我愉悦的 那种酸酸甜甜的 那种姜果的味道很很 这种清新的清爽的 在那个冰的一个搭配下 甜度呢把握的非常好 跟他的之前的几个口味比起来的话 他的甜度已经大幅的削弱了啊 我觉得比较好 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完全的去掉啊 他还是跟那个酸呢做了一个搭配 对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樱桃 cherry的味道 表达准确 风格清新啊 这个味道可以 我试一下那个AK2 对这个就可以感受到差别了 凉度和酸味就比欧比要虐威的明显一些 但整体的差异不大 不是那种断牙式的感觉不错 那这三个油 没有让我失望啊 这三个油没有让我失望 因为有前面的几个口味 几野前面几个口味 我没有出视频啊 刚才我开头说的是素材丢了啊 但是他现在出的这两个新口味啊 我觉得是不错的 那么再回想起 他第一批记的几个口味里面 山竹 橙皮 山楂 山楂 山楂是果丹皮的味道啊 这三个口味是不错的 加上今天加上今天的烤红薯 和Cherry櫻桃口味 这五个我是觉得可以推荐的啊 但是橙皮和山楂的话 甜度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啊 山竹 烤红薯 和櫻桃 这三个的甜味就把握得很好 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丝丝甜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重 并且口腔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留存啊 几乎可以说没有口腔的甜味留存 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前面那个恰逢菌的奶油花生烟草 我觉得是可以做一块解饮油来使用的 也非常的不错啊 欢迎你把你们的这个使用感受 还有你们的这个设备 在评论区下方给大家分享起来 好 我是一辈老许啊 这是我今天的这三个口味的一个 我的个人一个评价 呃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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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没问题 啊